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让我非常非常忧心的 我觉得那已经完全完全脱离了宗教的爱跟慈悲 他们可以用总统的理由告诉我们 如果同志成家 同志有了后代 可能会让下一代也成为同志 那难道你的心里不就这是认为同志是第二等人吗 所以你才不容许下一代成为同志吗 还有请问一下今天我们同志的朋友们 你们在座的朋友们 你们哪一个人的出生背景不是来自于异性恋家 那岂不是异性恋家庭一男一女的婚姻照样会制造同志吗 那难道有差吗 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异性恋的婚姻既然造成了同志的后果 所以连婚姻都不要了 连异性恋的婚姻都不准有是吗 对修法的基督徒说就是这个会造成社会的撕裂造成教会的撕裂 的确我所感受到的也是撕裂 因为当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每个礼拜在教会在那边讲同性恋有多么糟糕 然后修法会对社会造成多么混乱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他旁边的那些姐妹弟兄 可能就是同志或是他的小孩就是同志 他们的心都被撕裂了 同志会昨天也参与了一群牧师站出来支持婚姻平权的记者会 今天也站出来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我们想要告诉那些每一个觉得自己被孤立的基督徒 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只要你因为支持这个修法而被孤立的基督徒 我们想要告诉你们 我们不孤单 这条路 这条路虽然还很长 但是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走 眼泪流过之后继续努力的往前走 谢谢 我没有走错地盘 我是妈妈 我是一心恋者 今天我带着我的孩子 我的先生 当然小孩不受控制 你们知道 我带着他们一起走出来 我只想要来说一件事情 我们想要站在一个母亲 一个父亲的立场 告诉大家 我们不认为 今天让本来就享有权利的同性 或是其他跨性别的朋友 享有追求自己正义 或是自己想要生活的权利 可以遭受到剥夺 我想问题是在于 如果有一天 当你的孩子问你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被歧视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人跟我不一样 他们不能结婚的时候 你要怎么交小孩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婚姻可以平全 因为我们相信有一天 孩子会问你 妈妈 那如果我喜欢女生怎么办 我以后可以结婚吗 自由恋爱 平等成家 平等成家 好 现在沐家龙在凯特尔大集结 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要喊出自己的声音 国营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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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成家 我要成家 素素立法版其事 多元成家 我支持 多元成家 我支持 多元成家 我支持 性别平等教育法 其实里面就已经明定 我们必须要 不能因为这个学生的性形象 或者是他的性别 而有所谓教育上的不平等 那我想这个方向是 我们已经争取了十几年 认为就是 台湾必须要有一个性别平等的教育 那在这个部分上 我想不管我们的法律现在 是在一读 或者是已经通过了 不管这个婚姻的条案 它的进步到哪里呢 我们认为台湾的教育都必须要 就是持续的往这个性别平等的部分前进 现在不管是离婚的问题 或者是同志婚姻的问题 大家因为以前不熟悉 所以遇到他不懂 恐惧是一定会有的 那我觉得如果 顾佳某他们这样子的团队 觉得说他们不小心 不跟孩子们说的话 那我想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存在的原因啊 We're here to educate our offspring 对 我们的权力跟义务 就是我们需要去教导 我们的夏令代 让他们了解说 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只有一男一女 组成的家庭 隔代教养的家庭 然后单亲家庭 还有同性的家庭都有 今天最主要站出来的诉求 是我们希望婚姻平权 然后也希望说 我们要有那种真正的 就是法律上的保障 因为我们没有上面 法律上面的诉求 还有保护 所以我们希望 要有基本的人权 这是我们自己的诉求 那如果说 针对那些反对方的话 我们是觉得说 他们希望自己去理解 然后去细读这项法案 如果他们不理解 不细读的话 他们就完全不知道 这项法案 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护家蒙他们 像我们今天看到护家蒙他们 就是很多家庭 然后带着自己的小牌上去 然后我们自己其实是觉得 非常的荒谬 就是毕竟那些小朋友 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然后就带小朋友上来充人数 然后打着一副一期就是 幸福家庭的口号 我觉得就是 这个社会已经很明显的就是 在歧视而已 那 我觉得护家蒙的人 他们就是打着这种 打着要守护家庭 价值的这种口号来形势 就是我觉得说 以我们学生 我们还有 我们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们有义务要出 要站出来发生 会员平成正式时候 支持修法972 一男一女 在我任教的 我自己是老师 平原地区 其实完整的家庭不少 我觉得这样一棒子打过去 真的是 很多学生都中枪耶 有的是爸爸死掉 有的是妈妈好料 有的是隔代教养的 那其实我觉得只要 我的教学基点 只要有一个是真心的去对待孩子 很用心的去照顾小朋友 哪怕是一段时间 小孩子都不会变坏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性别没有关系 那更何况我觉得去 我目前任教 我遇到这些 很多家庭的乱象 这还不是一些 跟家庭搞出来的 怎么可以推到一个 还没有立法出来的 一个法案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民法中的父母 也不能改为 无父无母的双亲一双亲二 大家同意不同意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主张 各级政府遵守 校育基本法等等的规定 将教育的参与权 还给父母 还给家长 按照教育基本法的第二条 家长有协助子女 接受教育的责任 为了使教育能够符合家长期待 以及台湾的民情 我们主张行政院教育部 以及各层级的性别平等委员会中 应该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名额 保留给家长代表 9万人可以公同提案 因此 我们可能除了今天在凯道 今天以后 我们还是需要 用我们最包容 最宽厚 最温暖 最关怀 爱的态度 继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继续一步一步的捍卫 台湾的下一代 台湾的家庭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家庭幸福 家庭幸福 为下一代的幸福 站出来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大家 我们的诉求是 我们要只有一个爸爸 只有一个妈妈的家 我们的诉求还有 反对多元成家的法案 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 为台湾守护家庭的健康 完整跟美满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沮丧 因此我们不想要等到沮丧的时候来临 而现在用欢乐的心来守护这个 台湾整个家庭一个完整的价值 基本上我们是尊重他们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这样做 事实上是破坏整个家庭 伦理的一个秩序 跟伦理的一个价值 因为圣经上说夫妻是一男一女 他必须离开家里 重组一个家庭 这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 一个美好的完整的一个价值 我们是守护这个价值 我觉得可能未来孩子 未来孩子对于这种性别之间的认同 绝不被影响了 对对对对 而且本来本来我们的大部分人的孩子 都是在预期拿索身出来的 所以说想说这个 那972这个地方之后 我就不需要看了 所以有极限的 因为伴侣制度这边 我们觉得说很明显的 他也许他 他的利益 他当一开始的利益 也许是为了这些 政府的状象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他日后所造成的一些不影响 他没有任何配合措施 他没有去考虑到这一块 我自己看到我会觉得说 包含伴侣制度 他可能本来是父母亲的栏位 他要改成是双亲 或者是很多东西变配偶 甚至是通姦处罪化 就有很多的法案 事实上我觉得是不完全的 那我觉得你要推出这个法案之前 你是不是更多去引讨这方面 对社会的观感跟价值 你再来决定 而不是说一下就通过立委投票 来通过一读通过 我觉得要多听台湾人的声音 同治婚姻的诉求它是存在的 那我觉得我们 当然也不是说此反对说 不听同治的声音 那我觉得同治今天会站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诉求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 心平气和去讨论这个议题 而不是在网路上谩骂 然后不断地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可以被讨论的 可是不能成为对立